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杨丽华就对此深有体会 杨坚只是一个武将 游离在权力的边缘 所以他想把女儿嫁到宫中 通过女儿地位的提升 从而让自己在朝廷有一定的话语权 于是杨丽华在十三岁那年嫁给了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宇文在 在宇文在继位成为皇帝后 便立杨丽华为皇后 一切都按照杨坚的如意算判进行着 杨丽华成为皇后后 杨坚便一路高盛 先后任上驻国 大司马 玄迁大后城 右司武等要旨 每当宣帝出去巡游的时候 总是让杨坚留守不成 可惜 宇文运并不是一个好皇帝 一点都没有要历经图治 强兵复国的意思 相反 混战事情倒是一件接着一件 在他小时候 父亲对他的管教比较严 希望他将来能让国家强盛起来 也因为宇文运不听话有过杖则 不过宇文运对父亲的管教很有意见 一点都没有体谅父亲的苦心 反而对父亲的杖则耿耿于怀 所以在他父亲死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伤心 反而说这老家伙死得太晚了 就在武帝发丧七点 他整天泡在后宫饮酒坐了 甚至也没有一点要收敛的意思 就好像去世的人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 武帝死了不到半年 他不顾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夜以继日地在殿前大眼游龙戏来请贺天下太平 尽管杨丽华也是天生励志 美人一个 不过自古以来 又有哪个帝王只宠幸一个女人 何况是宇文在这样荒淫无度的人 宇文云罔罗天下美女来充实后宫 他自己也不问朝时 每天左拥右抱 完全沉迷在女色之中 朝廷的事务全让宦官去处理 杨丽华受到冷落能开心吗 但是他自己很清楚 他一个人融入关系到他整 各家族的命运 所以他只能忍受着痛苦 每天陪着笑脸待在宇文云身边 宇文们也真够有意思的 罔罗天下美女充实后宫勉强能够接手 偏偏他还要封好几个皇后天皇后朱满月 天佑皇后元乐山 天左皇后陈月义 加上杨丽华 已经有了四位皇后了 不过他还不满足 还要在洛阳修筑宫殿 继续增加后宫的实力 为了保证功成质量 他带领几位皇后去亲自监功 好不威风 闹剧还没结束 最无耻的是 从洛阳回来后 他连自己堂指宇文 温的女人欲持凡事也不放过 照样抢过来立位皇后 宇文云曾经向大臣们询问 关于他立好几位皇后这件事的意见 显然宇文赞并不想听到不可谐的声音 所以当心燕之提出反对意见时 宇文赞就毫不犹豫地将他的官给免了 太学博士何妥就很聪明 将宇文赞于上古的顺香类比 这下宇文晕开心了 还赞上了何妥 宇文由于长期泡在女人堆里 年纪轻轻就精疲力竭了 于是他开始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补药 谁只要品质量不过关 长期服用这种药使他变得喜怒无常 宫中人心惶惶 生怕不小心得罪了皇帝被惩罚 大臣们见皇帝变成这个样子 再怎么样也不敢开口 说什么不好听的招惹皇帝的 谁知道就连皇后说了几句皇帝不爱听的 皇帝也一样翻脸不认人 一点都不顾及夫妻感情 所以当杨丽华好言相劝 希望宇文晕能够回头 重新治理国家的时候 宇文晕照打不悟 也许宇文晕觉得皇后会服软求饶 偏偏刚立的杨皇后一点都不示弱 依就据理力争 这下宇文晕火了 直接下令让他自杀 幸亏他的丈母娘来冒死求情 磕头磕得额头都流血了 这下宣帝才饶了自己的皇后一命 宇文晕做了一年的皇位 就让位给自己八岁的儿子 不过他的太上皇姐没坐多长时间 让位一年 宇文晕就去世了 这时杨坚称 徐尔人 看到年幼的皇帝无法主持政务 他终于得以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虽然杨丽华对自己的父亲总揽政权怀有戒心 但毕竟是自家人 总比外人要好 所以最终还是支持了 公元581年 杨坚成功篡位 建立隋朝 史称隋文帝 公元586年 隋文帝封杨丽华为乐庭公主 当时杨丽华才二十几岁 他否决了父母劝他赶嫁的建议 决定孤老一生 公元609年隋杨帝大业五年 杨丽华陪隋杨帝到甘肃张也出巡 并死于九溪金甘肃省武威县 十年自十八岁 杨帝返回京城时 把他的棺木带回来 附葬于周宣帝的定灵 杨丽华因此也被称为史上最真烈的皇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